就是這樣啦 明天早上我們會開記者會再來處理 因為是這樣 如果這個統計專家都看過 你知道齁 科學就是科學吧 你現在統計的資料就是統計資料嘛 那可能再多錄兩次結果就變不一樣了 蔡壁如說你早就知道有6%了 蔡壁如說早就知道了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早就罵過他 我說你也沒有開過 也沒有在場 也沒有那個 不過他應該有出來解釋的吧 所以協商那天到底滿久跟朱立堂有沒有跟你講正負資單 我跟你講齁 我剛才講說那個統計複差範圍內有讓你嘛 就一句話 你到底要讓多少 沒有啦 我想這件事情齁 是這樣 如果要讓6%才會贏 大選還是被賴清德幹掉 請幫你講一下 因為剛剛侯友宜他是提出就是現在要重新檢視民調然後公開直播 而且他是說9份民調要重新來檢視 就是這樣啦 明天早上我們會開記者會再來處理 因為這樣 如果這個統計專家都看過你知道齁 科學就是科學嘛 你現在統計就知道統計資料嘛 那可能再多如兩次 結果變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他現在這樣子出招用意是什麼時候拖住你去登記的時間嗎 還是 我也不曉得 不過這樣啦 這個 能夠再一整合當然是盡量整合嘛 這也是 這也是 所以我們也一樣嘛 有四處善意來處理嘛 你那這一次是說 你這邊提兩個專家 他們那邊兩個說這樣比較公平 這樣你願意接受嗎 有啦 我就講過了嘛 除非我們第一次的統計專家不入流 如果都是一般有一定水準的統計專家 那統計就統計啊 你想 難道三次統計不行 再一次統計就變得行了 很奇怪 主要今天中午是不是有打電話給侯市長 那為什麼會打通電話 因為這幾天喔 他一直透過不同的管道嘛 就說要跟我單獨見面嘛 那我想說 登記也快要登記了 所以 所以打電話問他說他現在有什麼看法嘛 那我態度是這樣啦 這個有時候就是保持一種善意嘛 人家找你那麼多天 他還說什麼 什麼昨天晚上 他說等我一整個晚上的電話 問題是傳話你不曉得傳什麼東西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啦 如果可以整合當然是整合嘛 所以現在柯侯可以還是在你的選項級嗎 這個是這樣啦 其實統計數字啦 或者是 或者是從 從民調統計數字上看來嘛 我倒覺得這樣啦 合作的目的是 組成最強的勝選隊伍嘛 特別是老實講喔 賴蕭也不是一個三角貓 那個還是看起來是蠻強大的 如果你要勝選就應該用最強的組合去打 你怎麼故意先找一個不強的組合 比較弱的組合去打 我一直無法了解國民黨的作法嘛 所以 當然我也認為國民黨在選舉的戰略上 不像民進黨那麼靈活 這個我也知道 是有誰在跟你建議說繼續跟猴繼續談嗎 太多了啦 這個 我都已經接到不敢接電話 只要手機交給助理 所以都是國民黨那邊的人嗎 不然哪一黨的 難道民進黨打來喔 又是有其他商界的人士 很多啊 那所以現在這會導致你有一些壓力在嗎 所以你今天中午才會打哪一桶變化 壓力太多啦 那個 親朋好友什麼都有 黃山在明天會領表嗎 黃山在明天會領表 我還是那一句話啦 我還是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 我們還是希望用比較 勝選機率比較高的組合去選啦 這是我的態度啦 中午是不是還密會郭董 那外債有解讀說是不是那個時候談了什麼 是不是因為郭堅持選才會去找紅 沒有啦 這個是這樣 我都講 郭董喔 不管再怎麼樣喔 他還是一個大企業家 還有一點啦 他還是熱愛中華民國嘛 那我的態度是這樣啦 如果再也要整合 應該全部要整合 你不要說一開始說要把誰排除在外 我也不贊成那種想法 所以在可能的範圍內 我們當然是 盡量去call 去讓再也可以整合 不過還有一點啦 我覺得跟郭董講話蠻有趣的 他如果講他專長的東西還是蠻厲害的 他講那個台灣新經濟 我聽一聽 這個就比我們厲害了 這一次的不分區的民單 你有郭董推薦的人選嗎 沒有 那不分區民單是有陸配的 這個是這樣啦 我還是要表達一個概念 我覺得不應該吧 就因為說 他是陸配就把他排除在外 我還是反對 如果都已經36萬人了 然後在台灣不小心生了幾個 多少我們台灣之職 你知道齁 我還是在這裡要呼籲 因為我還是主張共融社會 一個社會裡面 台灣本來就是移民社會 我們現在台灣出生的寶寶你知道齁 7%的他的媽媽是外籍新娘 所以如果為什麼一開始就把 用歧視或敵視的態度去處理這些人 我個人是反對 我查過 我們現在從幼稚園 國小 國中 差不多裡面的學生7點多%是 媽媽是外籍新娘 所以大概就是現在已經7點多%了 如果這是已經是一個既成事實 我還是 就我個人的政治理念 我是反對用這種歧視 敵視的態度去對 面對我們台灣內部的族群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那個本省人外省的那種隔閡 好不容易花了快四五十年才解除掉 我不需要再造成新的族群的隔閡 蔡壁如說你早就知道有6%了 蔡壁如說早就知道了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早就罵過他 我說你也沒有開過 也沒有在場也沒有那個 不過他應該有出來解釋的吧 所以協商那天 到底滿久跟朱立堂 有沒有跟你講正負責 我跟你講齁 我剛才講說 那個統計互差範圍內有讓你 就一句話 你到底要讓多少 沒有啦 我想這件事情齁 是這樣 如果要讓6%才會贏 大選還是被賴清德幹掉 我就明白講 那主席 因為你現在部分區裡面 黃珊珊跟黃國昌分別是一二年 那現在是不是有黨內討論說 他們可能會去搶公立法院長這個位置 立法院長 對 現在黨內是不是傳出有這樣的討論 我們有辦法搶立法院長 我們又不是第一大黨 怎麼會 去跟其他的黨來接 現在是不是黨內這樣 我跟你講齁 你數學怎麼算也不會算出這種結果 所以您是婉拒 民眾黨要派兩位專家一起開會這個提議嗎 是這樣啦 你突然丟一個記者會 我們要回去把我們的統計專家找來再準備準備 反正明天早上會開記者會回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會派統計專家是不是 會去 有必要的話 這個殺恩護照 這個也不用 半夜開記者會 你們現在已經很辛苦了 要半夜開記者會 所以你們就是明天到底有準備 有警備要去跟他們就是檢視那九份民調 可是如果檢視九份民調裡面有三份是被你們剔除掉 那三份都是對你是非常不利的 我跟你講齁 當時被剔除一定是他不符合那個統計取樣的標準 沒有我跟你講啦 這裡還是有科學基礎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好 OK 謝謝謝謝阿波爾